哈喽又到了一月一次新品情报的影片啦 想要了解近期又有什么新品出来 我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 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分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好靠近年底了 但看来新品推出的速度 暂时还没有减缓呢 那今天呢我也挑到了14款新品 要跟你聊聊看 那第一个来聊到的呢 就是潘海利跟他们家全新的这一款 那这瓶香水呢 是与查理师王子 就当时他还是王子 现在已经晋升为了查理三世国王了 那这一次是潘海利跟与国王呢 共同为了他私人的花园 所创造出来的一瓶纪念香水 香水的前调是天竹葵 薰衣草再加上风杏子 中调呢就是青柠檬 寒羞草再加上玉兰花 基调呢就是雪松渊尾再加上涉香气 潘海利跟希望通过这瓶香水呢 让你拥抱国王私人花园当中 夏日里面飘散着的美妙气味 那如果大自然花花草草的气味 正是你的爱 那这瓶香水就不妨去闻闻看咯 接下来这瓶呢是说到了 双坡Gottier他们家的 应该是叫做Gottier Square的这瓶香水吗 那值得一提的呢是这瓶香水呢 是一瓶复刻版的香水 而这瓶香水能得以复刻呢 正正呢就是双坡Gottier通过了 与粉丝的互动 让粉丝来投票他们最想要复产的 被复刻的这一个双坡Gottier家的香水 是哪一瓶那投票的结果呢 粉丝们最想要回归的就是Gottier Square 这瓶香水啦 那这瓶香水呢其实是2005年 和他们家最著名的那一瓶 Lamel一样 由Fascisco John先生所调制的 那粉丝们呢都认为这瓶香水当中 最吸引人的就是里面 有琥珀香草与粉末感的 色香组合而成的一个气味 是他们心中一个温暖又性感的香气 那Gottier Square这瓶香水呢 我是完全没有闻过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闻过 请一定要留言来分享到给我们 到底它的气味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这么值得要把它回归呢 但其实内心我还真的挺想 就是某一些品牌 能把我一些非常钟爱的香水 bring back 就带回来 给我重新复产的 Shopo Gottier能开拓一个风潮 开拓一个潮流 让其他的品牌也开始和粉丝互动 让粉丝来投票 复产他们心中想要的那些停产的香水吗 能让一些品牌 把一些已经停产的香水重新回归的话 你最想要回归的香水是哪一瓶呢 留言 留言来告诉我 我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哦 好下面来聊到的是一瓶 我很感兴趣的香气 说的是Martier Permier 他们家全新的这一款 Crystal Stafford的香水 那这一瓶以藏红花为主题的香水呢 到底好不好闻 我很想知道耶 可惜澳洲这边还没上 就如果你们已经闻过的人 一定要来分享给我 好不好闻啊 毕竟他们家香水真心不便宜 我也真的不想要冒险去忙买耶 那Crystal Stafford这瓶香水呢 被描述为一瓶 明亮且具有结晶感的一个香气 里面所挑选到的是来自于 西娜的藏红花 只挑选到藏红花 柱头的那一小的部分 也是被标榜世界上目前质量最高的 藏红花 那品牌说到呢 香水当中的色香 突出了藏红花的明亮特性 而咸龙咸香迷的一个加入呢 就能突出 藏红花那个让人舒适 甚至上瘾的一个特性 香水里面的焚香与辛辣的气味 更是能为整瓶香水注入了活力感 造出了一种木质烟熏感的藏红花香气 藏红花呢 还是我自己非常享受的一个香材 所以这瓶香气一定会想要闻闻看的 但是又有那么一点点小害怕 看到它整体的香材表啊 搭配 这瓶香水的扩香性和持香性 我会打一个大问号啦 刚刚提到了一个比较贴肤感的香气 接下来这一款呢 也是来自于一个很爱推出微体香感觉香气的品牌 说的呢就是Julia Has a Gun 他们家全新的这一款Egostratus这一瓶香水啦 那品牌说到呢 这是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 现代无性别的古龙水 这样听上去是不是很矛盾 但原来品牌说到呢 它是希望通过一瓶香水能展示了女性他们女性化与男性化的两方面 是一款呢以水深与色香为基调的柑橘鸡尾酒的气味 这瓶香水呢以柑橘与香柠檬的清新与活力混合开场 那香水的主体呢是以西瓜桶模拟出来的这种海洋的特征 基调呢就是色香木质元素还有咸龙咸香米 那看到整个香材货的介绍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他们家 保持了他们家一贯的风格 而如果单纯看介绍与香材表的话 我会觉得这瓶香水呢应该是一个更适合在春夏天来使用到的气味啦 享受这一种明确带有水深调感觉的中性的气味 或者是他们品牌的爱好者呢 经过香水柜也不妨拿起来闻闻看感受一下吧 接着就来说到Celine他们高定系列全新的这一款 名为Boss Doyman的这瓶香水啦 那这瓶香水呢我其实近期收到了小样 我会在之后的一期香水出印象的影片来分享到我的使用感受吧 因为我还没有试用呢 那来稍稍说说品牌对于这瓶香水的形容吧 那Celine的整个高定系列呢 所有的香水都会包裹着或者用以表现一种法式优雅当中 那种粉末标志感的一个气息 以及你能触摸到他们的时钟的时候那种柔软舒服的触感 那这一次Boss Doyman的新香水呢 是用以致敬到他们双排扣英式法兰绒的一个外套 当中那种又舒适又低调奢华感的一个设计 另外一瓶名为Botai的那个香水的一个白天的 算是对香吧 这瓶新香水呢将会是一个带有被油化过的粉末感的一个木质调 香水的香材呢最主要包括了香柠檬 杜松子 Iris Butter 也是这种白鸢尾黄油 雪松再加上香根槽 Celine他们家的Botai那瓶香水呢 我近期用过还是觉得非常享受的 那对于它的一个对香 一个白日版的香水 这一个干净带有粉末感的木质调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也是让我挺期待的 你们又喜不喜欢Celine他们家的高定系列的香水啊 有没有哪一瓶是你特别钟爱 或者想要向我们种草的呢 也不妨留言来告诉我们吧 下面就来聊到Alice Brooklyn 他们家全新的这一款Vanina Milk的新香水 那这一瓶香水呢被形容为是一款美味又不失精致 有着不同面向的 一款具有柔滑感又带有矛盾感的一个方香 不得不提的呢是这一次的新香水呢 是由两位完全非香水界的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在与调香师合作 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瓶香气 这一瓶香水的前调呢是奶油 牛奶 鸡蛋花 牡丹 玫瑰 茉莉 中调是Vanina香草 可可 可可可 我尽力了 怎么可以念得更清晰呢 的一个提取物 再加上了基调当中的安息香 阿米香树花 檀香木 再加上摄香的气味 通过了消费者的角度去创造出来的一瓶香水 应该会很符合目前大众的潮流和审美吧 然后Vanina香草的这一种香调呢 也绝对是目前就是市场或者是美食调香水当中的大众吧 从刚才的Champo Codier 到现在聊到的Allens Brooklyn 都可以看到品牌绝对是想要和消费者越走越近的 想要与消费者产生更多的互动 创造出更银河市场 更能确保他们的香水当中 存在着能够成功DNA的这一些香气吧 那这瓶香水推出以后呢 绝对会想要闻闻看的啦 下面就来聊到Loevet他们家全新的这一款 叫做Earth的新香水 那这瓶新香水呢 将会采用一个粉紫色的玻璃瓶 也是他们Botanical Rainbow的 这一个香水系列当中一个新的成员 那这一次的新香水呢 灵感是来自于连接自然的元素 推动地上地下的生命 从大气到有形的 从可见到不可见的 都被装进了这一瓶香水当中 那这一次的香水呢 主要的香材包括了松露 紫罗兰 削离 再加上缆香枝和金和欢 那会不会是一瓶充满了土氧气的 把地上的绿意与地下的红褐色 都同时装进了香水里面的气味 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似乎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啦 那Loevet他们家的这个彩虹系列啊 我感觉大家的感受似乎蛮分化的耶 就喜欢的人很喜欢 但不喜欢的人呢 就觉得很普通 而且它的扩香和持香也真的很一般 那我这几次还真的没有认真的尝试过耶 澳洲这一瓶也不好试想 但每一次到网上买香水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五彩斑斓的香水瓶呢 看着也是蛮吸引的啦 那如果你没有试过这个系列的香水 或者对这个系列的香水有任何想法 也来分享一下给我吧 好下面这一瓶呢 也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新瓶release 说的呢就是Mason Cravilli 他们家新的这一款叫做ingredients的香水 那这一瓶香水最特别的呢 就是它并没有释放到 香水里面任何的香材或香调 品牌宣称呢 这一瓶新的限量版ingredients的香水呢 是他们为了成立十周年而设计的 它是一款大胆 且具有挑衅异味的一个香水的提取物 品牌的创办人说到呢 与传统的香水呈现方式完全不一样 这一瓶香水的成分呢将永久的保密 他相信每个人都能从空白当中发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以一个他自己独有的 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一个方式去把香气呈现出来 那这瓶香水的浓度呢高达32个percent 不知道澳洲这边有没有机会上这瓶香水呢 又或者是这瓶香水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瓶香调被保密的香水完全挑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一个近期越来越火红的品牌呢 他们家的新香水也是让我兴趣满满的 好 接下来就说到一瓶 说实在话我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 想要买它并不是想要来喷它 单纯想要拥有的人呢 说的就是娇兰他们全新的这一款 今年Shellema的限量香水 也是他们以零零香豆Tonka为主题的这一瓶Shellema的香水 Shellema的限量香水呢 每一年我都是非常关注的 我自己也几乎每一年都会收 那今年的这一款以零零香豆为主打的香气呢 真的很夸张 就可能你们没有关注吧 我有看到今年他们的这一个Tonka的香水啊 在美国在英国一上基本上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完全抢光光 而且现在一倍好像已经被炒到两三倍的价格了吧 真的很夸张 然而呢澳洲这边还没上呢 我去柜上已经预定了 但是他们也只能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那会不会打我还真的不确定 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小紧张呢 那经典的Shellema香水呢 我自己是爱不起来的 但就是喜欢他们的瓶子啊 所以我还是一直有在收 那每一年他们的限量版本呢 我也是很期待能调出我能穿的Shellema 我会喜欢穿上的Shellema 那今年呢看到别人的香瓶 我感觉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瓶了 它就是我在等待的那一瓶 我会享受穿上的Shellema了 因为听说这一瓶香水呢 会和就是娇兰他们艺术沙龙系列当中 那个Tonka Imperial的香水很相近 他们的Tonka Imperial那瓶香水呢 我是很喜欢的 很享受穿上的 那我会很喜欢呢 而且这一瓶香水的原价和 艺术沙龙系列的Tonka Imperial 也是有着明显差距的 就用上这一瓶香水 感觉还没那么心疼呢 当然前提是你能原价把它购入 那娇兰说到呢 这一次的香水将会利用到 他们非常喜欢利用到的香材之一 零零香豆 这一次利用了苦杏仁和香柠檬 香水当中的琥珀香味 在前吊当中脱颖而出 而被大量使用的零零香豆呢 折散发出一种苦甜参半的杏仁甜味 为这个经典的Shalama芳香呢 增添了多几分的韵味 这瓶香水呢 还会带有一种 咸味焦糖与巧克力的气息 温暖又精致 听着的确是蛮吸引的啦 祝福我能抢到这瓶香水吧 也希望真的闻到它的气味的时候 没有让我失望咯 那要说近期非常热门的香水呢 这瓶是必须要被点名到的 说的就是Initial最新推出的 这一瓶Paragon的香水啦 这瓶香水我超级期待的 一方面是因为我对Initial 整个品牌的好感度 再加上看了介绍香材 似乎这瓶香水 也挺长在我的审美上面耶 那来看看品牌的文案是怎么说的吧 那这瓶全新的Paragon香水呢 邀请我们进行了内在的反省 并与我们内在的力量建立成联系 通过使用神圣的木材与植物 来强调神圣和超自然的印象 那这一次Paragon香水的灵魂本质呢 就在于了当中使用到的Palisanto 还有White Sage这两个香材 那这两个香材呢 都是备受尊敬 且具有精神文化价值的一些香材 更是在很多的仪式当中 被人用以净化心灵 净化我们灵魂的时候 会使用到的一些木材与植物啦 那香水的前调呢 是香柠檬 鼠尾草与薰衣草 中调呢 是梅子圣木 再加上黑胡椒 而基调呢 就是檀香木与橙香啦 这瓶香水呢 已经有很多欧美的YouTuber review过了 目前看来呢 好评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一天自己没有试过 还是无法真的想象它的气味啦 那你们会想看我review这瓶香水吗 想的话就留言来告诉我吧 下面这个新品呢 是我已经入手了 说的呢 就是Kerosene他们全新的这一瓶 Follow的香水 这瓶香水 有那么一点点小复杂吧 可以说是Kerosene这个品牌 最最出名的那一瓶 以咖啡为主题的 Follow的那个香水的一个 不能说是flanker吧 是一个延续篇 因为品牌的主理人 也就是品牌的调香师呢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到了 他其实真的不想为他的香水 而推出所谓的flanker 但是呢 当他调出了Follow的这一瓶香水的时候呢 他又觉得这瓶香水不可不 发布出来 不可不和大家分享到 那他们最出名的Follow那瓶香水 和最新推出的这瓶Follow的香水呢 的差异性是怎么样的 这一些呢 我已经拍好了一支影片了 那我会在那一支影片更详细的 更清楚的来告诉到给你 那我只能说呢 这两瓶香水 可以说是很像的 又可以说是很不像的 就当中有着很多一样的香材 和相似之处 但你真正把两瓶香水 放在一起去闻到它呢 前中后运都会蛮不一样的 所以让我也挺纠结的 到底你需不需要拥有两瓶香水呢 嗯...不好说 小小的剧透一下呢 就是如果你是钟爱巧克力气味的话 那么新的这款Follow的香水呢 就会更合你的胃口了 不知道你们又有没有在我的频道里 被我种草到Kerosene这一个 那么小众的沙龙香品牌呢 他们能加的香水呢 我还是会陆陆续续的收的 真的是每一次都让我能找到 喜欢又让我惊喜的气味啦 接着就来说到Fashion Mall 他们最新的这一款Uncup Jam的香水啦 其实看到新品发布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甚至我看到一些欧美的博主 都已经拿到这瓶香水了吧 但在澳洲这边完全买不到 甚至我平时 想要买Fashion Mall新香水的话 我会上Selfish嘛 Selfish也一直都还没有上这瓶香水 所以我也搞不懂到底他真正的发布时间是什么 或者说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地区发布的时间会差这么远呢 所以如果你身处的地方已经上了这瓶香水的话 也不妨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 目前来说我看到三四个香瓶吧 好像都没有很喜欢耶 值得一提的呢 是这一次的Uncup Jam呢 其实是来自于调香大师Mohisse Roussel 他自己的一个自用的古龙水的气味 是Fashion Mall先生求了他很多年以后 他终于肯把自己的这一个自用的古龙水的配方 或者香气贡献了给Fashion Mall Fashion Mall先生呢 说到乍看之下呢 调香大师Mohisse Roussel 他用到他选到这个气味呢 有那么一点点粗糙吧 但其实当你了解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是他深思熟累以后的一个选择 是一股在自力上面极其精致 并充满幽默感和对人的爱的一个力量 Fashion Mall先生说到呢 我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他闻起来很好闻的人 但我是唯一一个愿意和他一起 把这个气味从粗略的一个构造 演变成一个精致的气味的人 他也认为这个气味呢 是调香师个人一个自传式的气味 那经过了五年的劝缩 共同的创造以后呢 这一瓶Uncut Jam的香水呢 就终于面世了 那这是一瓶呢 前调有着清晰辛辣的气味 包括了深姜香柠檬柑与当归 再加上肉豆蔻的气味 中调呢 就是皮革香根草如香玉兰花再加上牢丹枝 而基调呢 就是琥珀木质调还有水晶色香的气味 我只能说整瓶香水背后的一个故事也好 香水的文案也好 真的让我们把这瓶香水的想象都堆满了 对这瓶香水的期待值也拉得非常的高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当我们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会容易有失望感呢 不好说 所以呢 看香瓶是一回事啦 但真正自己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那也期待这瓶香水能在澳洲上市吧 让我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好 下面就来说到Fedric More近期要推出的这一个 Animatic Woods的系列 那这一个系列的灵感呢 是取自于不同国家木材当中神秘的魅力 整个系列会包括了三款不同的以木质调为主题的香水 当中第一个呢 是一瓶我已经出了详细香瓶影片的香水 也是他们烟晕圣目的这一瓶气味 这一瓶明确带有烟熏感 能为你提供临近祥和氛围感的一个木质调气味呢 感觉自推出以后 尤其在亚洲地区受到的好评还是非常多的 也是一瓶呢 我自己蛮享受穿上的一个木质调为主打的香水啦 当中主要利用到的木材呢 就是Palisanto圣目 再搭配着黑胡椒紫罗兰叶 带有滋粉感的牢丹枝皮革 与明确带有烟熏感的一个焚香 粉粉的玉创木组合而成的一个香气 绝对能让男生们在Tom Ford的整个高定系列当中 又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这个系列另外一瓶Santel Brush呢 就是一瓶停产以后被复刻的香水 这瓶气味呢 我也在之前Tom Ford的香水合集当中有聊到过了 绝对是一瓶在Tom Ford他们家讨论程度不高 但其实很不错闻的一个香气 也是一个能让我仿佛闻到了又真那一套电影的氛围感的一个气味 是一个带有寺庙感的檀香作为主题 同时当中还会一直飘散着淡淡一丝动物性的那一种气味的 一个神秘又诱惑 一种境遇感强烈的木质调 为你呈现了非同一般的性感气质 看到这瓶香水回归呢 也是很不错的啦 那系列当中第三瓶香水呢 就是他们的Brasburacan的香水啦 这一款呢被形容为一个神秘的气味 是一款辛辣又刺激的香气 而当中围绕着的主要木质香材呢 就是盐柏 而乔香师在寻找这一瓶香水的盐柏的时候 他发现了盐柏是一个独特且稀有的增状树木 乔香师想要通过这一瓶香水 像使用到这种神秘的木材 作为雕刻的工匠去致敬 这瓶香水的主要香材呢 包括了焚香 雪松 盐柏 金棕柏 香根草 胡椒 粉红胡椒 广阔香再加上香柠檬的气味 看香材 看介绍 再加上以盐柏为主题的香水呢 相信这是一瓶比较成熟稳重感的一个木质调 说不定会是一瓶很适合送长辈 送爸爸的纯纯木质调 钟爱木质调的人群呢 这个系列似乎是你一个值得去发掘的系列咯 好 影片最后呢 来分享一个百货公司推出的Advanced Canada吧 虽然这个Advanced Canada呢 没有上一起Harris的那一个Advanced Canada 那么的夸张 但相信想要想的人也是不少吧 那说的呢 就是Liberty他们家这一个12 days of fragrance的Advanced Canada Liberty他们家每一年推出的Advanced Canada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Advanced Canada 里面包括的产品也是每一年都诚意满满的 那今年呢 是他们第一年吧 推出这一个以香气为主题的12天的这个圣诞倒数日历呢 定价是275英镑 而内容物的价值呢 是高达602块英镑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像我们这种又不住在英国的人呢 只能就是为你们在背后加加油啦 看到这一次里面的内容物呢 也真的不乏一些比较高单价的香水 而且几乎全部都是这种近几年越来越热门的 或者受到关注的一些沙龙香品牌 能通过这一些香水的Advanced Canada 尝试到不同的沙龙香品牌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新品情报的影片啦 不知道近期或者假期打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你有在关注的 你要想入手的香水又有哪一些呢 希望你也可以在留言栏来跟我分享一下吧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